总检察长伊德里斯·哈伦证实 总检察署已经在昨天入禀上诉庭 挑战高庭裁定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在签证系统案表罪不成立 沙亚南高庭法官穆罕默·亚兹上个星期宣判 阿莫扎西在签证系统案的40项罪名 全部表罪不成立 法官认为本案的三名主要控方证人不可靠 也缺乏关键证据证明扎西如何收到这些款项 这40项罪名中33项是受回罪 指控阿莫扎西收取Ultra Kirana私人有限公司1350万金元 进而利用内涨职权 延长该公司作为外国签证系统供应商 和在中国签证中心的管理者的合约 阿莫扎西也被控7项贪污罪 即利用内涨职权收取和他有公务往来的公司的现金款项 包括115万新元 312万5000令吉 15000瑞士法郎 以及15000美元现金 除了本案 阿莫扎西也面对另一宗贪腐案 即建斯基金案 他共面对47项控状 吉隆坡高庭今年1月24号 已经裁定阿莫扎西全部表罪成立 目前案件正在传召辩方证人出庭